好 我們現在教一個重點 叫做質量 我們叫做質量 用活中生的程度來說 質量就是物質的量 用一個更奇怪的說法叫做 有幾顆啦 有多少東西啦 有幾顆啦 箱子有幾顆球 那幾顆其實就是質量 但是這個講法是有一點小問題 不過我們活中生這樣理解就好了 質量就是物質量 就是有多少東西啦 有多少東西 那麼基本上在三態變化的時候質量不會變 其實在化學變化的時候也基本上會質量守合 那是我們以後要教的 那我們講的就是固態變 液態 液態變 激態的時候 質量是不會變的 所以冰化成水 水已經在冰的時候質量是一樣的 這樣是一樣的 這是它的標準 下面這個東西是我們台灣的標準 就是有一個圓處 一公斤重 一公斤重 這個是在我們的巴黎有一個這個上面的玩意 公斤元氣 公斤元氣 它就是一公斤 它就是標準 但是這樣就變成這個東西叫一公斤 它如果它少一塊呢 雄斤就變了嘛 它如果生鏽呢 一公斤就變了嘛 所以不好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不依據某個實體的 每個實驗室都能夠做的 所以2011年呢 想要改用普朗克長數來重新第一公斤 不過這還沒有正式通過 希望今年會正式通過 如果今年正式通過了 那我的獎勵就要重新寫了 公斤的標準換了 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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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是另外一項 公斤元氣 目前是另外一項 公斤元氣 OK 公斤元氣 這是它的單位 我跟你講過了 我們國二的公斤大部分都是用公克 國三大部分都是用公斤 SI的標準是用公斤 KG KG 就是千的意思 所以千克 克 我們很少會出現豪克 那麼基本上不一定要夠公私 公位也根本沒有出現過 看一下公斤跟多它的單位 那我們的重點是 怎麼量 怎麼量質量 如何量質量 我們使用天秤來量質量 包括很多 天秤有很多種 我們實驗室用那個叫上米天秤 就是你們上一次期 你們做的時間用那個叫上米天秤 還有所謂的懸吊師天秤 等壁天秤 或者是山梁這個叫電子天秤 電子天秤 就是我們在這邊用這個上米天秤 這有一個兩個米朝上 朝上 它的指針也朝上 我們用這種 然後還有一個感覺比較高貴一點 豪華一點 懸吊師天秤 懸吊師天秤 等壁天秤 懸吊師天秤 還有一種叫山梁天秤 以前實驗室 有但現在都沒有拿出來用 山梁天秤 上面有三根橫桿 三根橫桿 山梁天秤 最後一種是電子天秤 感覺比較高檔 刀長 跳這個數字給你看 那 給你天秤 這個老師的實驗室上有理由 那是給老師用來配料品用的 那你們一般上你們用不到 就是天秤 那這是一些我們常用的天秤 那重點是那個上米天秤 我們待會會教他如何使用 那個是我們的學習重點 好 到這邊 有問題嗎 沒有